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档,我是特里 大家之前都非常好奇,我的技能数是怎么这么丰富的 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我的英语口语说的还可以 自学编程就可以开发网站和软件 转行拍视频,剪视频,我是怎么学的这么快的 我还会画画,还会平面设计 以及我是怎么学会飞FPV穿越机 以及跑酷和空翻等等 我都有哪些学习的技巧和学习的方法呢 在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我不打算只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学习跑酷 如何学习英语这些具体的知识点 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的一些核心方法 注意这些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知识 并不是特别科学或者权威啊 如果只讲方法的话或许会非常的枯燥 所以我准备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方法论 然后呢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里面或许五六期 把这个方法呢套用在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如何学习英语 如何学习摄影 如何学习跑酷 那么我们开始吧 第一期视频我们以学3D动画作为例子 之前我会一点简单的3D建模 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动画 为了制作一个动画宣传片呢 我用12天的时间边学边做 做出了这样一个3D动画作品 这个可怜的家伙叫特里 他正在熬夜剪视频 他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后天就要交篇了 可是现在连背景音乐都没有选好 对于大部分剪辑视频的人来说 选择合适的音乐 的确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要找好符合视频主题 同时呢 用免费的音乐实在是太难了 选择音乐还只是第一步 后续还要为视频添加专业的标题 包装效果 转场 等等这些事情 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要把视频做好 真难 特里为了解决这些剪辑视频的痛点 他利用有限的编程技能 以及破釜沉舟的决心 就在小黑屋里 用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 终于打造出了 大拍档剪辑部首这款软件 他集合了视频转码 免版权音乐的下载 各种视频包装和模板插件 等等一系列的视频剪辑所需要的功能 如果你也是一个视频创作者 那么赶紧去 spdpt.net下载吧 下面讲到了六个方法 它的核心都是 如何找到持续学习 持续坚持的一个动力 我相信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只要是你智商正常 一直坚持学习 不管是用笨办法 还是用网上各种很花哨的方法 最终都可以学会你要学的技能 但真实的情况是 大部分人都没有坚持下来 见闲而思齐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一个陌生的领域 最先做的事情 应该看一下这个领域里面 最厉害的人 最优秀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知道这个领域 它的上限是什么 你离这个上限有多远的距离 以及你能最终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二点是 找到自我激励 找到继续学习的动力 为什么呢 想想看 如果你能做到这么厉害 做到这个大牛这么厉害 哇 想想如果我只有它一半这么厉害 我已经很满足了 所以说斗志满满 把这一点应用到3D动画领域 应该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先查一下这个领域 有什么样的软件 是个我们可以使用的 这个领域里面 最优秀的 创作者都是哪些人 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风格又是什么样的 Maya在做动画和物理模拟 是目前是最强的 因为在电影里面用的很多 Blender是一个开源的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软件 不过在小团队和个人著作中 Cinema 4D才是最流行的 而且网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教程 我查了一下 所以我决定它最适合我 那最开始我学3D建模的时候 也是学的Cinema 4D 就是因为我调查了 所以我不会去选择相对冷门一点的 Modo啊 3DS Max Houdini啊这些 可能它更难一些 或者是软件教程更少一些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看大神的作品 找一找 激励 国内的Zell Yeo 曾销林 看看它的这个渲染作品 哇好酷 然后这个SOMI 烧卖城它的作品也非常不错 经常给国内的手机厂常宣传做一些非常酷的动画 AriaVisuals 看一下它的作品 Ashthorpe Beepo Beepo的作品非常多 它会分享很多循环视频的工程文件 也是非常值得学习 然后还有Rollmarks 哇它们作品太棒了 如果我能够有它一半的那么好 那就爽了 那我现在斗志满了 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下一个原则是 击溃步而不求千里 千里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 别想着一口气吃成一个大胖子 先击溃步 先从小的练习开始做起 一步一步的把小的目标完成 然后再慢慢的你就能做得更好了 把这个原则应用到3D动画领域 我们会选择一下 是不是应该先学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那我就会先选择做硬面的建模 就是一些方块啊 最基本的一些几何图形 然后呢 再去学怎么做曲面 曲面的建模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看一下简单的材质 我们先不去学很复杂的材质 先简单的就没有考虑它的物理情况 它是什么样的那种材质啊 接下来呢是贴图啊 然后就先做一些简单的作品 先不要去学怎么样去绑定动画 怎么样去做物理模拟 那种破碎啊 爆炸啊 离子啊 这些其实还挺复杂的 那我想很多初学者呢 可能最开始学习的时候 他甚至不知道有要分建模 要分谷歌绑定 要分动画 要分渲染 这么多 所以第一步还是要做的事情 积魁步 你就要先调查一下 你这个魁步怎么积的 先了解一下这个知识点 它是怎么分的 有什么结构 有什么顺序 哪一个难 哪一个简单 这个时候你去网上论坛去查一下 去官网查一下 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现在呢 其实做看视频教程 很多时候已经可以找到这样的分解了 所以在开始之前先了解一个大概很重要 不求千里表现在 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比较高级的概念 比较复杂的技术 那这个时候呢 先不要好高骛远 先直接就去做了 直接去学了 你要先 哦 我查了资料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些基础的知识 然后呢 我先不去学 那我大概知道什么概念 以后需要的时候呢 我再细细的去练习去学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3D做3D动画的时候 我知道有个概念叫volumetric light 其实就是光线穿过那种物啊 一些半透明物体的时候那种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非常适合做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 以及科幻的效果 那我知道了 可以用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 我下次要做这样的类型的时候 我去搜 诶 volumetric light 那这个时候我一搜 就可以看到很多教程了 这个时候再去学习 记住这样做的目标还是在于 让你不要放弃先从简单的学起 有动力继续学习 很多行业它的进入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 它的知识体系 以及它需要你的积累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直接进入自学的话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 应该选择学习什么样的知识点 用什么样的教材去什么样的平台 那这个时候选择太多太复杂的时候呢 你就容易迷失 这个就是多奇亡羊 学友诗诚讲的就是有大师能够指点你 或者是你能够在正规的学府去进修 当然要让别人来教你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的 因为大家都很忙对不对 没有人有义务来教你 学友诗诚应用到自学呢 那就是要在学习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择正确的平台 正确的学习资料 网上的付费课程一般都是比较系统的 我比较喜欢的是lenda.com pluralsight.com 还有scaleshare atomy 等这些 那免费的课程呢 也会在油管有非常多 B站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免费的教程 不过相对来说呢 就稍微砸了一些 没有那么系统 Cinema 4D的教程呢 我会比较推荐grisco guerrilla 还有mtgraph mountgraph 还有iDesign 那这些频道呢 我都会经常看 他们的课程呢就相对系统一些 获得反馈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正向的反馈可以让你有小骄傲 有小成就感 负面的反馈或者是批评呢 可以让你知道啊 这个东西我做的不够好 我要调整一下方向 我要改正一下 学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up主 你分享了一个视频 突然一天就播放了100多万 那你这个时候成就感爆红 哇 这么多人看了我的作品 那是不是非常有动力继续在做下一个视频呢 那用到3D动画领域也是非常简单 那就是把你渲染出来的作品 建模的作品 都把它拿出来分享一下 让网友看看 让你的朋友看看 这个做的怎么样 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想很多人其实也是录过vlog 那很多人都是 哎 大家好 我录一下vlog 今天我的生活是什么 但是很多人的情况就是 他根本录了之后没有发 他就给自己看 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 不管好坏啊 你没有发出来 可能你就自己看一下 过两天就忘了 然后就没有动力继续去制作了 那如果你把它发出来 不管好坏啊 坏了呢你就改正 改正了之后 哎 发现观众越来越喜欢 那你继续有制作的动力了嘛 学以致用 和上一个点讲的反馈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要把你在学习过程中生产的东西 制作的东西呢 能够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去 比如说你学做动画 那你就想办法把你动画里学到的东西 应用到你的制作视频啊 制作广告啊 制作平面设计里面去 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它会强迫你把你的作品做得更好啊 boss吹稿了 要把这个稿快交了 你看你在学的这个空中啊 我学的不够好 我要再学好一点 把这个效果做完整 那这个时候学习就很有动力 比如说我的这个作品里面 你们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建筑有多少 如果我只是练一下手对吧 我就随便拿点建筑啊 弄了一下啊 可以了可以了 但是我要把它应用到我的产品的宣传片里面 那我就设置了一个很高的这个标准要求 我就想啊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做得完善一点 这个才能够体现出我的产品也很有高水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强迫自己去学下怎么样快速的克隆这些建筑 怎么样把这个光啊这些细节啊做得更完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在强迫你学更多东西 另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让你学习的更高效 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比较敢比较催 那这个时候为了让它做得更快速更高效 你必须就要想哎呀 我有什么技巧什么方法 我要去查一下啊 这样做啊那样子哦 这样就可以做得更好了 那这些呢都不是你只是想练一下手能够获得到的 另辟蹊径而知弯道炒车 作为一个领域的一个新人 你进入这个领域要想做的脱颖而出 要让别别人眼前一亮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法 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我做的这个3D动画的短片来作为例子 我要想把它的渲染效果做得和那些大神一样那么逼真 那个物理效果那么真实 我觉得是天方夜谈 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难 我时间那么短 我怎么可能做那么好 但是呢我又想把作品质量做好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想一个新方法 那前段时间我看了蜘蛛侠平行宇宙这部电影 那它的那个渲染效果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 而且呢也不是那么多3D作品有这个效果 然后我去查一下资料 哎能不能快速的实现这个效果 我查了一下 发现要实现完全它那样的效果还是很难的 但是呢简单的实现还是很容易的 于是我就整个片子都用这样的渲染效果 我觉得最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具体体现 弯道超车讲的是你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不要一切都从零开始 你要你进入这个领域你要先查一下啊 这个领域有哪些免费的资源 哪些信息获取的渠道 比如说我做这3D的动画对吧 你看我那个建筑 还有那个天空中飞的飞船 那么复杂 作为一个初学者可能我一看到哎呀 我要做这么复杂的效果还是有点难 我还算了吧 但是弯道超车体现在 哎我先去看一下 你看网上有哪些可以下的免费的3D软模型 把它应用到我的场景来快速的 就让我实现了我的这个项目想要的效果 我想很多真正的3D创作者 看了我做的那个动画 他们肯定会 我靠特里你真的那么短的时间 就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动画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其实真的不是我K真K出来的那个动画 你知道吗 其实因为我查了资料 我发现Adobe它居然出了一个动作捕捉的那个数据库 相对于是你只需要把你的3D软模放进去 然后它会把很多动作预设的动作呢 加载到你的动画人物上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去K真 不需要去做谷歌绑定这些很繁琐很复杂的事情了 你就可以快速获得一个人物的动画 我就是因为查了这样一个资料 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事情 那我就可以弯道超车别人要做一个月的这个K真动画 我直接就用现成的一些数据直接加载进去 我就有这个效果了 然后我就需要查一下怎么让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画 这个跳的动画 翻根的动画 放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不那么生硬 那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那我弯道超车 我快速就把它做出来了 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呀 学习或许没有什么捷径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生产过程中脱颖而出 然后提高效率 那寻找捷径那是必不可少的 插播一条粉丝的福利消息 春节快到了 一个万表品牌叫Victoria Hide 送给我一块万表 我在想我也不动表 应该送给粉丝啊 送给一块 送一块还不够 因为我们已经30多万粉了 怎么样 应该送三块表才行啊 于是我又要了两款 这款送给大家 这款也送给大家 那这款呢是叫夜法 非常适合 非常简约 非常适合青年 然后这款呢是尚未试人 黑色的非常高级 比较适合男士 那我们最后还专门为女粉丝 要了这款星辰 那看这个包装非常的精致 非常适合我们的女粉丝 大家如何获得呢 请去svdvd.net 然后有一个抽奖活动 只需要注册之后 点击参加就可以了 我们会在下期视频里面 给大家揭晓 同时这款机器呢 OneR也送给大家 到时候我们做完测评 大家也可以参与抽奖 去送给大家 因为我们讲的是 粉丝都非常的给力 那以后有什么厂家送的东西啊 或者送了测评啊 都应该抽奖送给大家 好了 该到总结时间了 非常抱歉 我的标题是怎么做3D动画 但是实际上呢 我是更笼统的讲了一些理论的知识 那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呢 这个系列的几期视频里面呢 我来给大家更偏向实际更干货一点的 每一个领域他是怎么学习 比如说怎么飞ftv怎么练后空翻等等 一系列的非常有意思的那种等待着大家 那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 记得投币点赞三连走一波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BOOM improvements 本视频 中文 哏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